中共持續收緊對民眾意識形態的管控 目前 大陸的多個省市向中小學學生 刻意灌輸無神論 教導學生拒絕宗教信仰 威脅家長要把信教的學生上報安全部門 甚至有學校利誘學生舉報信教的父母 用金錢誘惑學生揭發信教人士 總部位於意大利的網絡雜誌韓冬 1月13號報導說 他們收到來自中國不同省市的消息 中共正在加緊向中小學生灌輸無神論 教導學生拒絕宗教信仰 利誘學生舉報信教人士 威脅家長要向當局上報信教的學生等 報導說 瀋陽和平區教育部門曾發布公告 禁止教師在學校教導任何宗教知識 和避免學生有宗教信仰 遼寧營口市的教師則收到上級的微信訊息 要求各班主任核實學生有沒有宗教信仰 並威脅家長要將信教的學生上報安全部門 主要是教師傳達一下參加什麼邪教的事 不知道什麼的朋友了 現在網上就傳播外地什麼這些教堂的 已經被拆除了這些人都有 湖北小學林老師11號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他任教的小學就出現了這個情況 校方近日經常教育學生不要信邪教 但又沒有說明什麼是邪教 校方還鼓勵家長學生互相舉報 湖南的王老師向新唐人表示 在遼寧甘肅等地向中小學生宣揚無神論 不是個別現象 就是中國大陸的那個學校給學生一直是灌輸著無神論的思想 然後他還要灌輸那個共產黨的鬥爭哲學 就是他們一直鼓吹就是人定勝天什麼改造自然改造山河啊這些 寒冬雜誌在報導中還提到 甘肅蘭州警方曾到一所中學 要求學生如果發現任何教徒要立即報案 每上報一個普通教徒將獲得1000元獎金 舉報教會領導獎金可以拿到1萬到4萬 另外 學生發現自己的父母信教也必須上報 有陌生人傳教立即打110報警 安徽豪州警方甚至派人到小學 用錢和零食利誘學生 舉報信教的父母 旅美大陸教師李言表示 中共的做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完全相反 李言表示 中共對兒童灌輸無神論 讓他們遠離信仰 遠離神 切斷了人的神性之根和文化記憶 徹底放棄道德的自我約束 將使這些孩子長大後 思想和行為充滿暴力和攻擊性